西班牙童装品牌近年来开始被全球认识销售火红 很多人都说这是英国小王子小公主的西班牙裔保姆 玛利亚波拉洛的功劳 夏洛特小公主第一次亮相公众前时 头上戴的手工编制毛帽 就是来自有着86年历史的西班牙童装品牌伊珠里亚 柔软的毛帽包裹着刚出生的小公主 称得稚嫩婴儿粉嫩可爱 在获得时尚界人士辨识出来后 品牌立刻受到了广大关注 而到路易斯小王子出生时 这顶面织毛帽就戴到了他的头上 除了伊珠里亚外 夏洛特小公主和乔治小王子也常被目击到穿着 MYH、Neck & Neck和Amaya Kids的可爱童装 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来自西班牙 尤其是乔治小王子 陪同父母见乔公爵夫妇 到访澳洲、加拿大和德国时的小绅士穿搭 辱获了全球父母的喜爱 火速跟进抢购 曝光后短短几天内就销售一空 净显惊惊的王室效应 加戴着小王子、小公主的魅力 西班牙铜装品牌迅速蓬勃发展 每年销量达到12亿2400万欧元 相等于58亿令吉 其中出口额就达到51.4% 主要出口到欧盟国家、俄罗斯和美国 而在欧洲站稳脚步后 这些西班牙铜装品牌也野心勃勃 积极进军亚洲和中东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